沒有,因為金曲獎呢,講到得獎這件事情 有一個女歌手我們剛剛也提到 她其實入圍很多次 然後大家一直以為她得了 然後也一直以為她得了很多次 其實她入圍了八次還是幾次 八、九次才拿了第一次的金曲獎 而這位這麼指標性的女歌手 竟然大家一直覺得她拿了二十座了吧 印象裡面 對,阿妹 其實真的,因為她從第一個專輯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寶寶 對,你是我的寶寶 她拿到的那一屆剛好我做金曲獎的總招 是 我覺得她真的很認真在做唱片 那我會覺得那一年其實真的女歌手都很強 但是我會覺得說有像她這樣,這麼努力 然後不斷地推陳初心 然後每一張都很努力去做的 我覺得這樣的歌手我們不鼓勵 鼓勵誰呢 而且她每一張其實每一首歌 大家都耳熟能詳 幾乎是十首歌裡面大概有八到九首 是大家都很熟的 然後越做到後面她想做的事情還很多 可是一個阿妹已經不足以滿足了 對 於是又出現了感覺 阿彌陀 就是她就變成說 因為張惠妹這個女歌手的出現跟存在 然後她不斷地做唱片 使得華語的音樂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對,你看看,放眼看去 現在所有的比賽幾乎都是唱阿妹的歌 對 每一個比賽一定會有 絕對 那就是已經是一個流行樂壇的聖經了 是 對,那你今天要選唱阿妹的哪首歌 《記得》 好,一起來聽林俊逸帶來的《記得》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 是我們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當初那些溫柔 我和你手牽手 說要一起走到最後 我們不忘了這條路走了多久 心中是清楚的 心中是清楚的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都會聽的 讓時間說真話 雖然我也害怕 在天黑了以後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會不會有以後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 是我夢 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 當初那些溫柔 當初那些溫柔 我和你手牽手 說要一起走到最後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 是我們這條理來說 是我們後的傷口 是我們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 沒人記得當初那些溫柔 到初那些溫柔 我和你手牽手 說要一起走到最後 記得 得獎的是 真的真的 你這樣沒有得獎實在是 太可惜了 沒有 不敢 我真的覺得就是 可能有時候就是 每年的評審 他們裡面那個風格 有時候真的不一樣 是 真的你會聽 聽俊逸這樣唱 你覺得他不得獎嗎 他真的應該得獎 沒有我覺得如果是照你這樣講 應該是在一個攝影棚開一個現場